想要就是 我已经有一个平面设计图 来 我们来这边找 平面设计图 有没有 室内设计图 好 我们看一下 平面设计图 室内设计 有没有很常看到这种 比如说你去看人家一些建案的 都会给你稍微看一下 那它上面就是标准的 那所以假设你要这个 点进去 这一张图可不可以把它订存 可以啊 所以如果你有设计师 帮你做了 那 其实说实话 你都已经动画到设计师了 就不用自己做了 对啊 你也可以手绘啊 对 比如说比较粗略的 没有没有 不用画这么好 我只是粗略的 粗略的 那你看喔 我在这边 好 如果我开一个新的 好 这样子 那把它当底图 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学书法 下面会垫一个 有没有 对不对 不是啊 垫一个 颜真轻或柳工犬的真姬嘛 那你就可以开始描了吧 不是这样吗 一样的道理啊 你看我按右键 有没有就叫做 插入背景图像 按一下 好 那我就去找到刚刚那一张 因为它是我的 参考图嘛 嗯 那我就把它叫进来了 开启 好 继续 可是重点来了 你得告诉他这个比例词嘛 跟我们看地图一样 对不对 那你不见得知道说 从这里到这里多少 了解 这个是可以调的 如果你知道这个门 是多宽 你看 我有没有在调这个 这样也可以啊 这样你了解吗 假设我知道这个门 距离多少就好啦 好 那我就告诉他 这两个 这两个的距离是 比如说 60公分 他其他的就按照这个比例啊 你知道任一个都可以啊 这样理解 对 对 就是等比例 放大 所以 有一个专有名字叫放样 就是 不是打样 是放样 就是 就是他 我是 做小的 设计图 那我要变成 像在公园里面展示的 我就要把它 等比例 对不对 放大 好 那你看我按继续哦 接着他会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你的原点我要把你设在哪里 有没有预设是不是在左上角 你还记得我们刚 开档案第1次 我们刚才左上角 这个就是对那个位置 这样了解了 因为有时候你不见得要对这里啊 搞不好我就要对这里啊 对不对 因为看你的设计图的那个大小 好 那假设我都不动 那我就按完成 你看他有没有进来了 那你放大 控制按着这样滑出滚轮 这样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我就在这边把墙壁 该画的是不是就画上去 怎么这样 这样有没有感觉到 跟你刚刚在看那个一样 这样你就不会随便乱话了嘛 对吧 啊 不用特别留门窗的位置 这样 过来 有没有 到了 然后到这边 托托 这样是不是有一个 然后你中间如果还要有 隔间 我就再从这边再把它隔开 托托 这样不就照着那个画吗 这样你就有所本了嘛 对对对对 这样有大概理解 啊其实说真的 我通常会把下面3D的 这个平面图也打开 为什么 你看 按右键 这里 我把 原本2D的那个图 显示在3D 你有感觉到 这样我真的照那个画的 有没有 在这里 你可以放大一点 这样有感觉了吧 所以如果 想要在Google地图上 我要在这里建一个我的家 你就把Google地图 抓下来 放在下面 我在这里 占据为王 这样也可以啊 这样了解了 你没有在那里 真正占地图上 没关系 我们自己 开一个 对对对 对 这样了解了 有没有感觉 其实使用占地图算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他可以做很多东西啊 很好玩的 这样会不会用的 了解了 好